中共十九大今天选举产生新届的中央委员会 习近平主持十九大闭幕会 你看天天投票 这是新华王新华社快讯 习近平主持十九大闭幕会 2336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出席会议 中国新闻网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25日同中外记者见面 另外是新华王将党的十九大主席团 举行了第三次第四次会议 通过中央委员后部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炒案 由习近平主持会议 China Daily也有报道 China Daily 中国日报讲中国的智慧是有助于世界的 benefit是对世界有好处的 人民日报 那么也讲十九大的观察是打开了通往未来之门 对未来有很多的展望和具体的目标 南华早报也讲 中国走向全球 Going Global走向全球 将对西方的公司 得到很大的收益 尤其是中国的创新和中国的经济规模 这两大块让他们也得意 这是人民日报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不会关上的 Global Times 但有的国家是要关上 大家一看就知道 那么环球时报讲中国的早远一个什么呢 是long term是早远长远的绿色的发展绿色的计划 那么跟有些国家不一样 有些国家政治体制造成只是近视短目标 中国是长期以来重视长远目标 人民日报 那么7.20%个什么数字呢 是2016年中国的栓雨区的面积占土地面积的比例 从最高点的30降到现在的7.2% 22%是森林覆盖率 由本世纪初的16.6提高到22% 30%是什么数呢 是北京 那京津记还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的 PM2.5的平均能度 于2013年相比下降了30% 这都是过去的成就 那现在这里 另外是中国将用 20%的国土面积来作为自然保护区 保护野生动物 还有野生的植物 还有自然的生态 人民日报 那样制定国家监察法 这是权威人士解读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 将来会用个留置来取代 双规也叫两规 这是一个新的提法 人民日报 人民生活 未来是什么样的 我们刚才是过去啊 未来生活是2020年 要比2010年翻一倍 意思就是说GDP 有4万亿变成8万亿 另外是城乡居民收入呢 2020年比2010年翻一倍 也就是1万9千块钱 翻到接近4万块 还有是脱贫呢 贫困县灾贸百分之百 多会儿2020年 另外人民日报还有报道 现在 幼儿园入学幼儿园的这个 率是多少 85% 那么现在是到2020年85% 另外是普及 这个高中阶段的教育呢 是90% 高等教育入学历 是50% 毛入学历 还有就是美丽中国 这个偏门2.5的浓度呢 达到美丽方米 35微克 这都是具体数字 具体目标 人民日报 将来呢就是 就业到2020年前 还要解决5000万人的就业 让要盖多少房的呢 改造 蓬户区 1500万套 还有这个土地承包 再延长30年 这很多具体目标 人民日报 新真诚 让我们卢起 袖子加油干啊 这就新论点 新特点 新目标 新要求 大空话 那么 讲到特区的时候 教育部长说了 陈部长说若有需要教育部是有求必应 特区干什么呢 有责任推动国教 遏制港独 文汇报 中科业说 要全力筑建大湾区 那么依托本港的联合实验室打造 国际的 科创中心 另外是中国造作航空发动机的合金部线 合金部线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金属 来啊一个金字旁一个来去的来啊 因为这个阿易 那么这个将来是在哪呢 在 河北的廊坊科技园进行测试呢 那么这是一个成功的重大进步啊 参考消息 俄罗斯媒体说中国的天文学家 确定银河系的边界 比以往认识又宽了26%啊 这是中国天文学家的贡献 锁定了银河的新的边界 忘报报道 大陆的大学科研给利亚撑起中国的创新 人员有多少呢 有35.5万啊全球最多的 担负着全中国80%以上的科研计划 先去看天天副社会 啊新报报道啊内地楼价连续10个月的身负首宅 那么70个大宗城市的楼价走势看见没有蓝的啊 这是暗年的变化红的是暗月的变化 大公报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桥长江河龙啊 这是这个 哪的呢 从上海到南通的长江大桥的特点 有18台的大队内的千金顶同时作业 经济报 复兴号 高铁运营已经满月了 平均客座率是95% 新报报道北京有巡逻的机械人啊 住在高速公路防止匪归就这个东西很小 就在这个高速公路的边上可以来回走动 华尔街日报 电池成为中国主导全球电动市场的关键 那么中国的电动汽车现在已经占了全球的半壁江山绿颜色 是中国的这个颜色的是美国的 灰颜色是其他国家的 未来中国将占到三分之二 全球的市场 看中国的这个锂电池的发展速度 这美国的 这是其他国家的 大红报 台湾一半一半的人不满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台湾的导弹不能打飞机 他是撞民用的汽车 把汽车撞了 现在军方承认责任啊 明报 中国时报 那么安倍虽然自民党获得胜利 但是安倍并没有得到民心 旺报也是讲同样的事情 他倒是不信任安倍共同网 执政两党确认11月1号 组建第四届的安倍内阁 美日新闻也是 讲安倍上台就要修改和平宪法 经济报 修宪派各怀自己的算盘 就算你占了八十的 一席又 百分之八十一席又如何的 明报啊 所以安倍胜利呢 他其实是阻碍了日本的重申 明报 韩国时报 现在认为安倍的胜利呢 会影响到 韩国和日本的关系 华球网 李显龙 这个说了 中国是亚洲繁荣 以融合最重要的 驱动者 跟原来说法不一样了 这是华尔街见闻 李显龙访问美国送订单 大订单给多少呢 138 亿美元 要订 博英客机 另外他又强调 中国和美国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啊 李显龙明白这个关系了 这是联合早报 这也是报道李显龙 这个三个月第2次访问 美国见特朗普 海峡时报也是同样的报道 新岛日报 西班牙的加泰独派号召公民抗命 那么官员和警察将对抗 抗拒接管 中央政府要接管的 但是他们假新闻也给加 泰罗里亚的这个独立分子火上浇油 明明只有两个人 留疑 但是现在说有900人受伤 这是这个 所以警方动物的视频不实啊 假新闻 经济日报 意大利北部的两个地区公投 90%的人 支持 扩大自治权 这两个地方啊 看到没有 他们要求中央政府多给他留点钱 卫报报道 哎呀现在美国正方士兵的遗孀说呀 特朗普给他的安慰电话让他更伤心 更痛哭啊 这个事情已经嚷嚷一震了啊 说了一阵 文汇报 欧盟委员会主席说呀 他有熊猫眼 抱着熊猫眼 为什么呢 说是这个 这个谁 特雷沙梅 现在希望能够 想办法 他现在脱欧遇到困难 这个消息被泄露出来 是被谁呢 有人说是 勇克泄露出来的 勇克泄出来谁不高兴呢 The Times报道说 默克尔特别生气 说这样的话将来特雷沙梅很快就会被他们党内 给他干掉了啊 他总理当首相当不成了 这是难得 德意志报 讲这个现在欧盟反垄断机构突然 检查了大众和大门公司啊 那么不知道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看跟踪报道啊 华尔街日报 中式电子报 现在俄罗斯年底要试射两枚 叫 萨尔马 特 萨尔马特中级导弹 它的射程是1万公里 可以带16枚弹头啊 非常 非常啊 目前是世界上最最牛的 这是俄罗斯 俄罗斯将 要装备 在2020年左右呢 装备 S500的导弹啊 这是防空导弹 共同网 驻韩美军的家属 开始连续5天的疏散演习 要打几张来家属先撤啊 但是特朗普访问亚洲可能不访问 韩国和朝鲜的非军事区 哎呦 这是这个 马尼拉的报道 马尼拉就马拉维 打了胜仗了 马拉维现在恐怖分子消灭了多少人呢 消灭了961人 但是暂时也有165人阵亡 救了上千名的人质啊 文汇报 那么印尼的 陆军总司令要访问美国本来是美国邀请的但是 突然通知他不能去 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引起了反美的这个浪潮在印尼啊 美国使官赶快道歉 但没说什么原因啊 路透社报道 现在 伊斯兰国组织在撤退的时候呢 屠杀了 上百名的叙利亚的平民 就是因为这些平民呢 这个跟这个 跟这个政府合作啊 另外是联合新闻联合国的新闻 现在这个缅甸的罗西亚人呢 近有100万人啊 在孟加拉避难现在获得国际的援助有多少钱呢 3.4亿啊3.4亿美元 是承诺啊 塔斯社 那么现在 美国归还了 关闭了俄罗斯就金山领事馆的文件 你等于是看了人家的机密文件又还给你俄罗斯表示强烈的不满 这是啊 违反这个国际法的 你把人家赶走把人家文件看一遍 朝鲜日报啊和头雕日报都在报道韩国 推行 安乐死 法律 那么年满19岁 就可以决定自己可以不可以安乐死啊 19岁 BBC现在这个卫生部门英国说啊病人需要的是休息 不是抗生素现在过度使用药 抗生素每年过度使用 预计到2050年有多少人亚洲死亡呢有473万人 非洲有415万人 北美也有31万人拉丁美洲有39万人 是过度医疗过度治疗啊有些大夫个别大夫就好像突摘场来出的出来的 说什么就给你切掉割掉 先看看能不能保守治疗吗 每日电邮 这是百年前写给母亲的家书啊 泰塔尼克号的手写信 破纪录的128万卖出啊128万 另外是英美国 纽约的地铁和公共汽车 2018年的下半年要改用智慧手机支付了 过去都是卡支付容易丢啊 纽约时报 这是联合早报 那么新还有金融界有报道就是新加坡明年啊 要汽车的数量是零增长啊 现在有560 560万人的新加坡人口啊 有60万辆车有点太多了 所以汽车和电单车年增长将 降为零 这是尼加拉瓜加入这个巴黎气象协定 国家了啊这是卫报报道 好尼加拉瓜加入以后全世界只有两个联合国的成员国没有加入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正在打仗的 许利亚 这是 海洋酸化了 现在要杀掉可能四分之三的血鱼 所以有血鱼买到赶快多吃点以后越来越买不上了 明报进入俄罗斯 这是霍金啊 现在他24岁写的博士论文现在在网上发表了 为了看他这个网 在啊 Canbridge的网站给挤破了就是 剑桥的网站给挤破 投了啊 这就是 凯恩斯啊 麦凯恩啊 批评说有些有钱人的孩子就不当兵不对的啊 但也 特朗普说 你自己 也没有是英雄只不过当了一次俘虏而已啊 大家互相有点不太有点不太对付啊 大公报 台湾新的工作也就是起薪是7000元港币大约内地是 6000元 人民币 文汇报 香港诞生 首个 无现金的揭示 大公报 以后 团结基金啊 促进搞补贴 以后呢 争取能75%的家庭 30年后 可以都成为业主 啊 的里面有报道就是什么人能睡着觉呢 性格外向的人睡眠觉好 性格内向的人容易做噩梦 广告回来 对港澳的全面管制权 请看天天焦点 人民日报啊 中央再提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意味深藏啊 十九大 关于香港澳门地区的管制权有论述 所以今日观点 牢牢掌握对港澳的全面管制权啊 这是十九大报告里面的一句很重要的话 给谁赋予的权利呢 这是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权利 那么中央的权利对香港和澳门地区有什么权利呢有三个权利 一个是第一 直接行使权利 比方说 人大事法就是直接行使权利啊 第二个权利什么权利是授权什么叫授权呢 像这个港府的任何的权利都是中央政府 受给香港的这个特区政府的或者是澳门政府的 第三个呢是监督权中央政府对这个这个特区政府的这个执法的执行权利过程中有监督权啊 注意这三个权 那么对香港这个地区呢过去呢 偏重于说高度自治而忽略了这个这个全面管制权 那由于这个忽略了使得啊中香港前段就出现乱 像啊什么 赞中了搞港独了 暴力了对吧 这都是乱 乱 乱的问题 就是 这个侧重面有问题啊 就是 对全面管制权的重视不够 也就是说对一国和两制的认识不清 那么一国是什么呢 一国 是 目的 也是一个基础 啊他有这是根本 两制是什么呢 两制 既是手段 也是一个过程 他不是最终的目的 也不是基础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一国两制的 这个逻辑关系 啊 因果关系 大家别乱了 所以这回19大时候 啊上面提出了对香港的 啊这个 五点要求 第一是履责 第二是融入 第三是壮大 第四是共享 共享 第五是展望 履责是履什么责呢 就是 履中央政府 和 特区政府的这个管制权的责任啊 这个刚才我都讲过就不讲了 融入是 香港的发展要融入到 这个大湾区整个一体化啊 你要单独香港是没有什么可发展 这个700万人的城市 啊他的有限 容量有限 壮大是什么呢 壮大 就是要壮大 香港的爱国爱港的政治力量 那么有人说什么叫爱国爱港呢 香港的 我们以香港为例啊 就是 首先你要拥护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制权 这是第1个条件 第2个 你的一切出发点是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只要达到这两条 你就是香港的爱国爱港人士 你就属于要壮大的那股力量 这是19大提出的壮大 那么共享是什么呢 共享这一带一路的成果呀 共享中国发展的这个新的规划呀 新的方向啊 最后一条是什么 是展望 展望是什么呢 展望是对未来要做出一个规划 因为大家知道香港过去是 纯市场经济 就是 大 这个外面的环境变化 他就跟上走 外面环境变坏 他就变坏 环境变好 他就变好 他没有一个发展规划 没有个方向性 所以以后的香港发展 也要有规划 要跟上中国这只大船 才能在 为繁荣稳定 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也就行得稳 才能走得远 这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不仅有高度的支持权 更要有 全面的管制权 所以今天写一个字 很简单 就是权 权力的权 权力的权 比较难写 因为权力本身 管理就是很复杂的 这个事情 但是管好了 这就是 最佳的 方案 好 明天回来 继续给大家读道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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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